算去做救户也并非事实 即使他说是打算救急扶危是属实的话 他亦都是意图协助暴动里面受伤的暴动人士 所以就是裁定他罪成 即是这些是假救户真暴徒 这个也挺过瘾的 所以这条窄窄的行业 这些什么蝶罗汉或者附近那些 滚了下来的那些 各有各自己的精彩故事 第四被告 魏卓杰叫了他哥和他哥的老板出庭作工帮忙 说我们两个就约了这个被告 想着一起去YMCA打羽毛球 真是相当健康 不知为什么魏卓杰迟到 所以老板就说算了不要打了 但是哥就继续约了这个被告 说要去窩打路道附近的麦当劳会合 还说坐的士去到附近 兜了几个圈都未能够见到弟弟 谁知道第二天就收到将军澳警署的电话 就说弟弟已经被人拘捕了 还在拘留 为什么会这样的 明明在约你去吃麦当劳的 弟弟 打羽毛球 为什么变成了打人的暴动 然后法官就说 被告哥哥就说约了这个弟弟 在暴动现场的麦当劳会合 大家听到问题吗 暴动现场的麦当劳你还去做什么 还说 选择叫车鞋进去 满布着足枝 砖头 这些雜物的马路上面 很明显这个已经是 要车鞋到这个昌林弹雨的中心 这个暴动的核心范围来接他弟弟 法官就说 简直是难以自信 就算假设这个哥哥真的这样做的话 他一定是知道他弟弟在参与这个暴动 还想着来到不是吃麦当劳 就是去协助他的弟弟逃离现场 所以就不接纳这两个证人的证供 就算你们两个的证供 是属实说什么打羽毛球 又说什么去麦当劳找个弟弟 这些一个二个的理由也好 但是也缺乏了被告当晚行踪的资料 有个被告叫萧永森 他就找了他的前男友出庭作供 很明显在这段时间就分手了 因为当时在维艺救赵这件事 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所以就说去到旺角 再见